这个像云一样的男子 名为安倍秦明 平安时代最为杰出的阴阳师 可观星象侧方位 既能使用幻术 还能念咒召唤助神为己所用 三百年前妖蛇作乱 四方门派最强法师 合力封印妖蛇 如今祸蛇降世 各路妖魔也随之献身 斩蛇助任便交给了秦明 秦明奉命来到了东土京城 这个黑衣男子便是朝廷袁伯雅 因母亲被妖狐所杀 自小心 一生执着于斩杀世上所有妖魔 可秦明还是如实的 告诉了伯雅自己的身世 传出中 我的母亲就是这妖狐 谁能想到一个最憎恨妖的人 最终奉献了自己化身朱雀 会成为秦明的侍审 从此生死交付 终身是负 秦雅二人来到大殿之上 询问公主 封印祸蛇容器的下落 公主却说只有陛下指 可如今陛下一直昏迷不醒 伯雅开启天眼 似乎已识别出宫中异样 此时皇宫的守护法阵被打破 到底为了什么样的目的 一定要让霍蛇降世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切便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霍蛇最终重现人间 秦明的师父带领众帝子 开启守护咒 为秦明争取时间 秦明化福念咒 召唤四方助手 玄武 白虎 青龙 三方世神已到位 唯独缺少朱雀 秦明带领着三方世神 跟霍蛇展开了生死对决 奈何这霍蛇实力强悍 众人渐渐不敌 就在这危机时刻 河雅决定把自己奉献给秦 但愿成为秦明的士神朱雀 从此终身侍奉 生死交付 因为他们的最终使命 并不是降妖 而是守护 河雅展翅腾空 手持烈焰神器 即将展开一场 妖神对决的燃魂一战 让我们看看 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 好了 我是木子里 也是CC 咱们下期见